大家好我是爱奇学院讲师雷公子 欢迎大家来到爱奇学院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块学习的是 然后在本章节我们先把上一章节做的实例数据复制一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块 假设我们领导可能经常需要去看我们的一些重点指标 例如他到底来访了多少人 然后到底有多少的一个消费 还有多少的一个签约 就假设这么三个数据吧 然后我们可以先输入一个来访 在这块把它改成一个卡片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来访700万人 然后假设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流电数 同样的给他改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数 我们流电是140万 那我们先流电然后预约 我们一个一个给他改了放进去 我们预约的话也给他改成卡片图 我们可以看到快我们就快速的做出来了一个三个动态指标的一个展示 当然这块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加一些什么外边框呀 一些其他的我们就先不不演示 我们可以看到这块 假设我们点击新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右侧这个地图的话 他也快速帮我们定位出新疆 然后这块的话也是快速的帮我们定位出了一个新疆的一个流电预约还有来访 这个的话当然他都是整个报表所有数据的一个总数 假设我们想给他卡日期的话 我们可以把日期拖到这块 然后给他改成日期 然后改成筛选期格式 当然我们下边这个地图不需要 我们先给他删掉 我们可以把它拖到我们的右下角 然后假设我们就想看12月以后的 我们就往12月给他拖一下 我们就11月30号吧 我们现在是29 然后我们给他拖到12月1号之后 我们这块看到的数据 就是12月1号之后的所有流电预约还有来访的一个数据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也可以在日期给他做一个报表的一个筛选 当然这块我们可以做一个高级筛选 我们可以选择晚鱼 这块我们就可以选择 16年12月1号 或者是12月1号 我们点击一个应用 我们可以看到 报表就快速的帮我们把数据 然后我们现在就相当于整个报表 我们所有报表数据都是从12月1号 然后往后的一个数据 因为我们这块是用了一个报告级别的筛选 如果我们要筛选这一页的话 我们就直接在当前一页的话给他做一个筛选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这块筛选先去掉 我们就假设我们先用这块去控制 然后我们当然还有一个多行的一个卡 我们看一下多行的卡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我们公司有好几个项目 然后我们每个项目的一个消费都要展示出来的话 我们这块可以用多行卡 而这块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 假设我们 我们把一个流电来访 我们可以都给他放进去 然后假设这块我们还有一个签约金额 然后以及他的一个预约人数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每 当然这块它是每一行每一行的一个流电 但是这个图表我们一般就不会这么去看 我们假设我们就留一个签约金额 我们可以看到他把每一笔的签约金额都帮我们 我们假设我们这块有个终端 我们把终端给他放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PC跟移动 也就会帮我们汇总分别显示到这块 然后我们就先不用这个图 然后假设我们看一下KPI的图 跟我们前面用的卡片图有什么区别 我们把KPI图表新建一个 然后我们把它的一个签约金额扔进去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块 它没有一个轴 我们轴的话当然我们要根据日期 走向轴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日期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显示了一个 然后我们把它的一个签约金额 我们在同样的也是给他以卡片的形式 也显示在右边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看一下两个表的数据肯定是不一样的 KPI的话它其实就是帮我们返回一个 最近一个时间段的一个数据 然后后边的话有他最近这个时间的一个趋势 因为我们这块如果是 因为我们是按日 当然这块就会显示每一天的一个KPI的数据 如果我们按月 这块就会显示最近的一个月的一个数据 如果走向轴是按年的话 这块就是按年的数据 因为我们现在日期表这块的话 我们只有一个日期 当然如果说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日期层次结构 我们显示一个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假设 我们这块给他清除筛选 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是149亿 当然17年的话 我们可以把表筛到17年 我们用这个拖动条快速的给他拖到17年1月1号 然后我们点击一个确定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50亿 当然他是有一个单位的 我们在这个把它指标也可以给他改成10亿吧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4.7510亿 这个就是我们1月1号 然后到1月12号的一个数据 然后他总数其实是50亿 然后我们给他 在这块修改一下他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格式 我们看到其实签约金额 这块如果按年的话 他其实也是一个4.75 就相当于47亿5000万 好了我们看到了这两个指标 这块如果按年 因为他只有一年的数据 所以后边的那个背景是空的 如果我们把它拖开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后边会生成一个灰色的一个背景 也就是这个数据他的一个趋势 我们可以把这个日期再给他改成 当然我们可以把年给他改成月 我们把日期拖进去 我们日期层次结构里边 现在是一个年 当然我们我们如果想按月的话 按年月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在这个表里边新建一列 我们在这块新建列 当然这个标准的做法是用我们的日期表 我们日期表也在前面Power Period里边跟大家介绍过 我们做完日期表之后 把日期做一个关联 其实就可以了 我们年月的日期 我们就连一个杠吧 然后再加上一个Month Month的一个日期 我们点击确定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看到他就帮我们去生成一个年月的一个数据 但因为我们这个数据有将近一千多万 他一千多万行 所以他在添加计算列的时候 他因为他是一次性计算的 所以这块可能会需要几秒钟到十十秒左右的一个时间 我们再返回去 我们把我们添加的一个年月的一个 给他加到他的一个走向轴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背后就出现了一个年月的一个走势 当然他这块的话是显示最近一个月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 不管你这块时间筛选是多长的时间 我这块始终是显示最近一个月的一个数据 他们最近一个月是2017年1月份 他总共有47亿5000万 所以这块就会显示47亿5000万的一个数据 这块的话就是一个KPI的一个指标 然后到这块的话 我们基本上把常用的一个图表 然后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然后当然后后边也有一些像仪表 这个是显示一个显示任务完成度等 然后如果说大家实际有需求的话 可以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也是特别简单的 我们这块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值 最大值最小值 还有个目标值 其实就是我们做一些任务额完成度的时候需要使用 然后还有这块的一个树状 就一个树状图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去看一下 假设我们看地域的一个资源情况 我们把地域拖进去 然后再给他把一个流电数也拖进去 他就会快速的帮我们把资源做一个排序 当然排最多的可能就是新疆 当然我们数据的差异化不是特别大 所以这块不是特别明了 我们把地域撤掉 假设我们看一下石段吧 然后我们把石段拖进去 当然我们这块石段应该拖到我们的一个组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零石的一个数据 它是最多的 然后一二 然后五四 然后三四五 然后后边的数据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少一些 我们流电数应该是石段拖到这块 把流电拖到直这块 我们可以看到23点的数据是最多的 然后这样是排序的 然后后边20点的数据是最少的 而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树状图 也是反映结构的 我们把这张图可以剪切到它的一个占比分析 我们可以给它粘贴到这块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个切开器往上给它移一下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 我们基本上在做竞价 竞价可视化的时候 基本上会常用的图表也就这么多 然后从下节课开始的话 我再简单的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就Power BI的一个桌面板 跟在线板的一个关系 还有以及它的一些交互的一些操作 好了 本节课的话就先讲到这块 欢迎大家关注爱奇学院 学习更多知识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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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